就是我們前兩天啊 就是看到某台的政論節目 我真的是太瞎白了 這點我們真的要澄清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一直想要拖住市政 然後想要就是造成我們之間的分離 我覺得這一塊非常的不OK 他那個標題是在講說呢 就是新竹市的副市長跟發言人 然後有心結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我光看標題我就覺得很怪 我跟副市長會有心結嗎 因為其實說實在基本上 我們交友幣沒有那麼多 然後點進去一看 才知道原來是綠營的就是議員 在講說那個高市長跟副市長有心結 然後跟我也有心結 然後最扯的是有心結的部分 竟然是因為高市長跟我在比美 然後他們就是完全就是人事實地物 在那邊瞎白 然後就只拿出了一張我跟高市長的照片 就說我們兩個不合 看圖說話 就完全是看圖說話 然後可是重點是他講的隔天 我們兩個還一起出席活動 而且高市長不可能是跟我是不合的 因為事實上 在前幾天的一個重要的事務會議上面 高市長就是有跟各局處的講說 如果之後要拍任何影片的話 都可以找前傾 那事實上 因為市長他公務非常繁忙 所以有時候像是一些產發處 都發出的一些活動 都是我會帶出市長參加 就這個嘛 對啊 某台這個看起來應該是三例吧 對就是就是對 某台就是三明治的一系列的操作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就是怎麼會有這麼無聊的事情 大家會有興趣 可是我剛看兩天一定有 快要破10萬了吧 所以我就想說 有時候他們真的是 議題上面還蠻會抓眼球的 我就想問說 大家真的會對這個議題感興趣嗎 然後真的是會相信喔 不過千琴他們做這個的新聞目的 到底為什麼就是妖魔化高訪安嗎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目的 我就就是想要妖魔化 然後他們想要妖魔化的點 其實一開始我倒搞得不清楚 可是我後來才理解他們的邏輯 因為其實 這些事情都是非常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很容易理解 就是譬如說像是百億 大家可能就不太懂 就覺得離自己生活很遠 然後百利啊什麼台電虧損 大家都覺得跟自己沒有關係 可是茶包咖啡廳比美 這個感覺就是 我們人跟人之間會做的事情 互動 對所以我後來可以理解說 其實他們很會選舉 然後操作這方面 其實議題真的很厲害 可是這個你們有辦法反制嗎 譬如說去提告啊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有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你完全是無中生有 真的太噁心了 而且它裡面一直強調是說 市長不專心市政 這點我真是覺得更生氣 因為不管是就是 是上禮拜起訴第一天 還是到現在 我們完全都是 持續在市政上面 甚至是那天下午 我還那個市長還有交代 我要去就是跑里長 就是跟里長互動 就是在起訴同一天 其實我們的市政 是完全沒有在停的 所以這個告不告的程 讓了一回是因為相關的追究 或相關的刑事責任 或司法責任 這個還是有它的法條依據 可是如果對於不實的引述 你們該提告 還是要有一個立場出來 而且他們就是屬於街道殺人心 他們就說 是那個綠營議員 就說他是有跟某記者講 可是某記者他也沒有講說是誰 就是他們對這個 對啊 所以我再跟你講 我們明代 立委在立法院問證是有免責權 那議員沒有 議員是沒有 議員是沒有言論免責權 所以這一些有相關的污蔑的話 其實該告其實可以提告 所以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 這當然政治性很高 因為其實告案是被送兩個案子 對不對 那天是有兩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資策會的被信案 然後第二個才是這個助理費案 那這兩個案都是 因為去年新竹市長 選舉所延伸出來的案件 那你覺得選舉延伸出來的案件 當然就是政治性 那你看第一 那這裡面有沒有民進黨 利用國家機器追查部分 我覺得當然有 助理費先不講 光看那個資策會就很明顯 資策會的被信案是指什麼 是指說 高文安以前在資策會當員工的時候 有沒有 用那個資策會的資源在牟利 對不對 然後說什麼他好像去新加坡 還是哪裡領獎是不是 然後說是自己為自己 什麼得到什麼利益 但實際上他當時在資策會 只是一個員工 那你在一個機關裡面做員工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長官要同意 不管是你出國讀書 或者是你去哪個國家出差 絕對都是長官同意 領的出代費也都是合法申報 但是 但是因為選舉關係 這變成你背信 那這樣子以後 在哪個國家機關的員工 敢去做這個事啊 因為萬一這個員工 以後跑去選舉 本來都是長官批准的東西 下次你選舉變成你自己A來的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他們最捨的 是他們永遠都會跨越 平行時空打臉自己 不管是在資策會 還是國會 就是國會 他們都會用以前的自己 打臉現在的自己 就是為了選舉上面的操作 以及要打擊一擊 說實在我的我都因為這件事情 怕一直被攻擊 都會想說我要把加多民進黨好了 比較不會被攻擊 資策會這個案子後來 因為它是違法兼職嘛 你看我們那個製作單位 有整理出來 為獲資策會 同意兼職爆出差 兩項專利 以往科製公社 這個是背信 後來這也有起訴嗎 沒有不起訴啊 這不起訴嗎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選舉的時候這些都OK 但你一選舉的時候 就罵你背信 那支策會是同一個支策會 只是說不同黨執政 所以你覺得有沒有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把支策會變成 他政治追殺別人的工具有沒有 我覺得光是看 支策會這個案件 就非常明顯 沒有 支策會它是經濟部所屬 經濟部所屬嘛 經濟部當然管得了嘛 那助理費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這個按照我們的立場 就是司法誤網誤眾啦 那當然這個因為先請 他是高雄安的發言人 他去幫他說明很多 但是這個助理費的起訴的時間點 也非常奇怪 這個是涉及法條 是貪污自罪條例 貪污自罪條例 如果定罪的話 會有涉及到說未來 第一個他可能要離職 停職 甚至未來不能從事公職 這很嚴重 我們先看他那個起訴的時間點 根據徐曉星的說法 他說他7月20幾號 就已經知道高雄安一定會被起訴 他每天在那邊等說 什麼時候要被起訴 結果什麼時候被拋出來的這個議題 是在雲爆小公主的負面新聞 打到最高峰的時候 這個東西被拋出來 他就平衡了當時的輿論的聲量 就等於是有點去幫助這個雲爆小公主 就大案眼前 後案眼前 這個不叫鯊魚理論嗎 對鯊魚理論 百億VS46萬這樣 所以當然大家就會覺得這個起人移動 第二個你講說司法的部分 我都想 那個明顯以前在馬英九那邊做過事 馬英九被司法調查300多件案子 然後這300多件案子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談話內容 或者一些證據資料 都一直放給媒體 就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真的耶我們現在是偵查必公開 連紅安吃素食便當 然後吃哪家便當 上幾次廁所都會被公開 上幾次廁所到吃便當都有 連菜色都有吧 對吃什麼便當什麼的都會被公開 就是從偵查不公開變成偵查必公開 跟馬英九那時候是一模一樣 如果像偵查公開 這筆錄第一個除了當事人律師 除了檢察官之外 不應該洩漏出來嗎 那這個筆錄為什麼洩漏出來 沒有就做帶輿論 帶風向的政治操作啊 你看馬英九後來很多案子 後來都是無罪 無罪 對 可是過程當中好像把它形容成 十大惡人一樣 是 因為這中間的內容 沒有人別人知道嗎 只有檢方知道嗎 所以他怎麼講 那媒體就怎麼報 沒錯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種操作輿論 那當然就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那時候馬英九這個案子 他大概拖了多久 拖了多久 因為他案子比較複雜 他案子比較複雜 拖個四五年有沒有 沒那麼久 在馬英九第一任 也拖了好幾年了 因為現在 因為這不涉及速審法 所以剛剛原子提到 我覺得說感觸蠻深的 在去年大選的時候 全台灣十大二人排名首二 就民黨的論述來講的話 就叫高鴻安 是不是就這樣子嗎 這段節目大概有 超過百分之四十分鐘的時間 在講他 如果是兩小時 然後什麼台電虧損千億 都不用講這種 兩小時的話 一百二十分鐘 大概一百分鐘 在談明高鴻安 所以高鴻安 在民進黨的眼中 就是十大二人之手 就必除之而後快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那剛剛千秦講得很清楚 就說從四月之後 高鴻安其實 那時候有沒有主動遞見 還是主動要求說高鴻安要上庭去說明 還是有沒有透過其他的律師去提出 都有透過律師去提出 希望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鴻安市長他有講說 檢方有跟他講說 有些東西不清楚 但是就是因為不清楚 所以市長才會很著急講說 可不可以再補充 對再補充 可是四月三十之後 就再也沒有遇到任何說 要主動約談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等了四個月之後 就突然就起訴了 然後時間點也是選在非常奇怪的時間點 所以是因為該問的沒有問 然後完全採取不利於高鴻安的證據 後來就起訴 有利於你們的證據 你們要補充的 他們都不接受 就是其實很多像是 他就一直講說 怎麼還要貪四十六萬 可是事實上像高市長 他一開始他在做立法院辦公室的時候 他至少都有 繳出一百萬在做 不管是裝修費 然後這些其實都有單據 也都有明細 可是這些在起訴書裡面 都是完全沒有看到的 都沒有 然後我覺得其實 如果你要從心理狀態來講的話 我覺得 一個人真的如果還要貪污的話 他應該不會 巨細迷移的來記帳吧 就還巨細迷的說 那個衛生棉多少錢 雙眼皮貼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都很不符合合理 都不符合常理 你剛有提到說 辦公室的裝潢費用這些 後來起訴書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 就是他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 整個導向很不利的一個輿論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 我是深有感觸 因為我自己現在是有一個 跟民進黨立法委員 有一個官司在身 然後那時候 我是在 好像是7月的時候 就是開第一庭 然後我是沒有出庭 是我律師幫我出庭的 那時候律師一出來的時候 他有大概跟我講一下 現在案件的狀況 然後我都覺得 喔還滿OK的 可是我看到立刻新聞 我就立刻看到說 那個徐千情的律師承認他錯誤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的律師都沒有跟我講 我覺得超奇怪的 但是因為我這方面我也覺得說 要不要我等看筆錄 然後我過了一個禮拜 筆錄出來 我去看那個筆錄 就是真的都沒有講到說 什麼徐千情的律師承認錯誤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那個對方 自己有帶一些媒體 然後他們就是在開廳完 就是自己放消息給媒體 然後就帶風向 所以我後來理解他們的邏輯 就是說他們會先騙人 然後騙人之後 利用傳媒帶風向 然後傳媒帶風向 然後再來利用所有的網軍側椅來洗地 這就是他們的一條路線 齊隆的蒲 宇主際襲